觀眾朋友好 歡迎走進新聞週刊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到來之際 紐約部分法輪功學員週六在曼哈頓 組織了真相車隊遊行 向民眾傳遞停止迫害法輪功 和打倒中共惡魔的信息 真相車隊一大早從紐約華人社區法拉盛出發 途經皇后大橋 在曼哈頓包括 紐約中領館 聯合國總部 時代廣場 洛克菲勒中心等地標進行了遊行 每輛車上都駕有打倒中共惡魔NCCP 法輪大法號 真善人號 中共撒謊 人民死亡等中英文標語 吸引不少民眾驻足觀看 我們在這個世界人權日到來之際呢 是呼籲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 要求立即停止對法輪功長達24年的殘酷迫害 那今天呢 我們車遊的呢 也有不少是從中國大陸逃離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有參加真相車遊的法輪功學員向記者介紹 中共自1999年7月20號至今 發起對法輪功學員殘酷的迫害 有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我們一家六口人就有三個人被迫害死了 前夫吧 39歲就被迫害死了 我婆婆也是被迫害死了 姥姥也被迫害死了 我就帶著就是當時帶著剛滿月的孩子就開始流離失所 大陸的一些同學嘛 經常看到 先是抓年輕的 現在看到80多歲的老太太都被抓了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參加這個活動 呼籲所有的正義人嘛 解體中共 停止配合法輪功 聯合國大會議在1948年12月10號 決議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目的在於維護人類的基本權利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柯婷婷上進 紐約採訪報導 12月10號是世界人權日 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 週六舉行世界人權日典禮 蔡英文總統出席活動 向政治受難者致敬 高齡91歲的政治受難者楊國宇 也捐出陪伴70多年的小提琴 希望為台灣保留歷史真相 頒發感謝撞給楊國宇前輩 高齡91歲的政治受難者楊國宇 在1950年18歲時遭逮捕入獄 關押10年 陪伴他的是一把小提琴 在世界人權日前夕 楊國宇把陪伴70多年的琴 捐贈給國家人權博物館 希望能為台灣保留歷史真相 保存歷史還要教育 政治歷史需要更多的社會對話 我想這是文化部 及人權博物館推動轉型正義 人權交易的重要課題 總統蔡英文 秋席活動向政治受難者致敬 蔡英文表示 回顧七年多來 政府一步一步地落實 轉型正義的藍圖 包括平復國家步伐 回復受難者權利 今年轉型正義的里程碑 就是要落實財產返還的工作 蔡英文指出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 今年二月國家轉型正義 教育行動綱領已經核定發布 希望藉由教育的深化 促進社會的溝通 體認威權體制帶來的危害 建立民主價值 強化民主法治的觀念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翰 李晶晶 台灣新北市報導 前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 因為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 在中共實施港版國安法後 被當局抓捕迫害 引發國際關注 今年9月 周庭離開香港到多倫多求學 12月3日 周庭表示決定棄保 不再返回香港 表示不想再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並連續發聲揭露中共的迫害 12月3日 在27歲生日這天 周庭宣布不再回香港 向國安警察報導 周庭15歲投身學運 17歲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 19歲成為推動香港民主自覺的政黨 香港眾志創始成員之一 與黃之鋒一起分別擔任秘書長與副秘書長 2020年6月30日 中共開始實施港版國安法 同一天 周庭退出香港眾志 8月10日 被香港國安警察闖入獄所抓捕 12月 周庭以所謂身禍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 被監禁10個月 我一直都很害怕 警察再回家 再破壞我的鑰匙 再拘捕我 再拘捕我 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 再送我回家 我非常害怕 事情再回家 2021年6月出獄後 周庭仍持續遭到 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的調查 需定期報導 護照被沒收 他被迫前往深圳 以換取警方同意歸還他的護照 出國留學 今年9月 周庭成功抵達加拿大讀書 周庭首次披露 由於港府的威逼 經醫生診斷他患上了多種心理疾病 周庭說 在中共港版國安法的壓力下 人人自危 他在香港已經難以生存 我找到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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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庭當年被捕一案 引發中港臺和日本的聲援 如今他選擇不再配合港府回香港的決定 受到支持者的祝福 一天內有13萬1千人點贊 12月4日 周庭發表聲明 表示中共只是港警逼迫他寫的所有東西 都是迫於壓力 不是自己的真實想法 我在明蘭中國 在這個年來的研究和質疑 我被強制寫警方的感謝報告 12月5日 香港特首李家超聲稱要追捕周庭 有加拿大民主人士呼籲 加拿大當局對中共及香港的外交需要更強硬 北京甚至香港的官媒去評擊這位年輕人 實在不當中國和香港的政府對香港人的不公 加拿大外交的政策一定要作出一些強烈的反應 他們也呼籲要持續聲援香港同胞 要了解他當時是怎樣被警方無理的拘捕和檢控 要作出一些釐定 寬容他們來到加拿大的 加拿大政府、省政府要網開一面 在這個學費上面 接收他們入學 或者是職業訓練 提供一些幫助 12月7日 周庭告訴美聯社 有關他是所謂外國特工的指控 完全荒謬不合理 他是自願離開香港的 他指控中共港版國家安全法 已成為當局編造指控和恐嚇 政治意義人士的工具 同一天在政治壓迫下流亡到台灣的香港人 為海外華人接手信念 不要忘記香港的教訓 不要相信中共的謊言 我們香港走六十十年的民主鬧 最大的失敗是信念共產黨的說話 我覺得台灣應該看見香港現在的情況 知道共產黨的說話是完全不可信 也許我們又回不去當時那個生活 但是不管我們在哪裡 都要為我們信念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好好地活下去 西唐人新聞週刊 梁東 陳立 綜合報導 2023下半年 美軍宣布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從海陸空全方位加大對中共的威懾 美國印太司令阿奎利諾表示 這些部署將在2024到2025兩年內完成 與此同時 台灣總統大選進入倒數 一些台灣人擔憂 選舉結果可能會升高台海局勢 不過 標普全球評級資深董事認為 台海不會爆發戰爭 2024年 美國海軍將在潛艇上 部署新版戰斧反艦導彈 五角大樓日前透露 明年9月1號開始部署雷神公司生產的 海上打擊型戰斧導彈 同時 美國陸軍也將在印太部署新型中程陸基導彈 正式冷戰後 美國首次在該地區部署此類型導彈 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查爾斯·弗林表示 此舉就是為了防止中共入侵台灣 此外 五角大樓還在積極推進複製者計畫 預計 2025年在印太地區部署數千架陸海空無人機 美國印太司令阿奎利諾在介紹美軍在印太地區的一系列重大部署計畫時表示 屆時 美軍將具備24小時內攻擊1000個目標的能力 阿奎利諾說 我們需要確保中共領導人每天醒來 在考慮侵略風險時都會認為今天不是時候 不止今天 而是從現在到2027年、2035年、2049年 以及之後的每一天 而這些部署都將在兩年內完成 凸顯時間的緊迫 中共的這種擴軍的步伐 軍事擴張的態勢 在南海的這種強硬的態勢 它沒有改變 它是不斷的進化了 特別是俄乌戰爭爆發以後 美國更認為戰爭衝突的可能性急遇的上升了 所以說它也想在這個亞太地區加強布局 加強在對這個中共的威懾力 同時也是給在亞太地區盟友一個信心 12月6號 美軍一架P-8A海神偵察機 由北向南航經臺灣海峽 稍早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就已經發出聲明表示 這架飛機飛越臺灣海峽 展現了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承諾 美國軍隊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行動 臺灣總統大選進入倒數 一些臺灣人擔憂 選舉結果可能會使臺海局勢升溫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海軍上將格瑞蒂4號出席華府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活動時表示 他不認為台海會爆發戰爭 但仍需要為此做好準備 美國將會繼續做需要做的事情 以確保臺灣擁有自我防禦所需的東西 對於外界質疑美國能否同時應對俄烏、中東、台海三邊戰事 格瑞蒂上將重申美國對臺灣的支持 表示相信美國能夠做到這一點 有外媒稱 臺灣年輕人厭倦地緣政治議題 我們實際採訪了臺灣年輕人 因為我在大陸生活過啦 所以兩岸的相差比起來 我還是比較喜歡臺灣的民主自由 臺灣人就是要捍衛自己的主權 捍衛自己的國家 年輕人就是不要畏懼中共 然後不要理會他們說什麼 就做自己的決定就好了 實際走入選舉造勢現場 發現臺灣民主仍然是年輕選民的重要關注議題 新唐人新聞週刊 黃炎華 吳慧珍 綜合報導 好的 觀眾朋友 休息一下 稍後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新聞週刊 再來關注美國總統大選 拜登總統表示 自己尋求連任是因為川普參選 如果川普不參選 自己也不會再參選 共和黨方面結束了第四場 也就是最後一場電視辯論 川普依然沒有參加 但目前所有的候選人在民調上 都無法和川普相比 另外 前議長麥卡錫宣布 將辭去眾議員 他支持川普 如果川普當選 也願意加入川普的內閣 美國總統拜登12月5號表示 自己尋求連任 主要是因為川普在競選2024年美國總統 你會為川普不參選嗎 我期望 但看 如果川普在參選 我必須要參選 你會為川普參選嗎 沒有 現在沒有 近期 近期 多項民意調查顯示 在全球範圍 在全球範圍包括關鍵的搖擺州 川普對拜登 始終保持明顯的領先優勢 許多選民擔憂拜登年齡太大 也有許多選民認為 在川普的領導下 美國經濟會更好 12月6號晚 四名共和黨參選人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 企業家拉馬斯瓦米 和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 進行了今年的最後一場辯論 川普再次缺席 川普在先前的聲明中表示 不與在民調中相對落後的共和黨參選人對手同臺辯論 對他來說沒有任何好處 與前三次辯論中的良好表現一樣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 被認為在最後一次辯論中的表現 仍然可圈可點 但他也因此成為另外三位參選人集中攻擊的目標 德桑蒂斯指責黑利 在擔任州長期間 允許中國在南卡羅萊納州投資 並暗示其捐助者永遠不會允許他對北京 採取強硬態度 最近幾週 一些華爾街大佬紛紛倒向黑利 對衝基金億萬富翁比爾·阿克曼 和摩根大通公司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 都表達了對黑利的支持 根據民調網站538的統計 截至12月6日辯論當天 川普的支持度仍然維持59.6%的絕對優勢 德桑蒂斯的支持度為12.7% 黑利10.6% 拉馬斯瓦米4.9% 克里斯蒂2.7% 這也表明最後的這場辯論 對各參選人在黨內的排名影響很有限 12月9日 德桑蒂斯 黑利和拉馬斯瓦米 再次來到愛荷華州 在多爾特大學與美國眾議員 蘭迪費恩斯特拉夫婦同臺討論信仰 家庭和政治 在該州黨團選舉之前為競選造勢 然後你會有 Nikki Haley 誰會提供甚至非常民主黨的民主黨 在取得更多的民主黨 所以我會有一個選擇的選擇 我認為作為一個國家 我們還是很年輕的 我認為我們的國家最好的日子 未來的年輕人 還能夠前往我們 所以有個 chaos周圍我們 12月6号 共和党众议员前众议员麦卡锡 宣布将在年底离任 麦卡锡在CBS节目中表示 他预计川普将成为2024共和党提名人 表示支持川普 他相信川普将赢得连任 共和党将增加众议员席位 并在明年赢得参议院控制权 被问他是否愿意在川普内阁中任职 麦卡锡说他愿意 第二天 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凯文·赫恩 在社区媒体X上宣布支持川普 并呼吁共和党人团结起来 支持本党的2024候选人 在民主党方面 在党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的 现任总统拜登 继续遭遇共和党的弹劾压力 众议院将很快投票决定 是否正式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白宫表示 发起弹劾调查毫无根据 且出于政治动机 新台日新闻周刊刘海英 名誉综合报道 加拿大情报机构警告 外国敌对势力正计划使用人工智能 来干扰加拿大的下一次联邦选举 识别这类犯罪仍面临挑战 根据加拿大通讯安全局的报告 加拿大全国选举中存在着大量虚假信息 并且外国敌对势力正在御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来制作和散布虚假内容 今年8月 中共的网络机器人使用深度伪造视频操纵图像 一会包括加拿大总理在内的多位国会议员 污名化他们的道德 企图压制他们对北京的批评 报告警告说 加拿大在下次联邦选举前 可能面临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国的网络攻击 这些攻击可能使用更深层伪造技术 制作虚假视频 假冒参选官员来影响选民的看法 报告还分析 外国势力可能通过攻击投票系统和干扰官员等手段 试图影响选举结果 进而破坏民主进程 报告强调 这些行为最终可能导致加拿大在制定政策时受到外国利益的影响 尽管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做出了努力去侦测 但目前在深度伪造内容广泛传播之前 仍无法快速发现和删除这些内容 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初级加拿大报道 好的观众朋友 休息一下 稍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新闻周刊 欢迎回来 来到庆祝圣诞节的12月 经营滑冰场的台湾商家 看好滑冰人潮涌动 举办圣诞活动 滑冰场的低温 也让民众过圣诞节更有气氛 来到12月 台湾依然是太阳高照 十分温暖 想要体验寒冷气氛的圣诞节 您还可以来到冰上乐园 穿上预寒衣物 欢庆圣诞节 觉得这个气氛实在太棒了 就是台湾很少有这种感觉 就是可以很冷 然后又很漂亮的灯光 非常有过节的气氛 很想要在圣诞节的时候来这边滑冰 感受一下圣诞节的气氛 布置满满圣诞装饰 滑冰场准备迎接过节人潮 场内圣诞点灯 举办圣诞滑冰派对 之后也将有玩雪丢雪球的活动 提高民众过节体验 在圣诞节的这个部分 就是希望这个活动 我们再来拉高进场的人数 让大家都可以来响应滑冰运动 目前预估来讲 大概是可以到品尝的增加 大概三四成左右 业者12月举办各项活动 要让民众度过冬季感满满的圣诞佳节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慧摩在新闽 台湾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 我们下期再见